北流里新光段超峰杯排水系统 是当地相当重要的灌溉沟曲 但由于年久失修导致水泥剥落 石头也因为常年流水冲刷而崩坏 导致无法蓄水 对于当地农作的灌溉影响相当大 早期这边都是石头的一个护墙 那年久失修 基本上水泥也都裸露了 那以至于说农田的蓄水的能量不足 常常今天灌溉 明天水就干了 因为过去我们在30年代 都时间要做这个博陷 都用石头去 这般石头都已经 阿姆头也含了 这些没改件 我们这些残 破水都没掉 县长李明珍在县议员唐小分 及县府公务处同仁的陪同下 前往会刊 李县长表示 这条水沟使用已经相当久 早期30年代习惯以石头来砌成构体户外 时至今日水泥已经剥落 很有必要重新改建 这条新光大牌很长的 我们这些竹篮一段一段做起来 改善我们这些农民的困苦 那因为新光大牌 它其实是非常长度非常的长 那县长也允诺说 分年逐年的来帮我们做一个修散 光这次的一个经费就要100多万 那也非常感谢县长 到我们北投这边做这个会看 希望说来年能够尽快的 把这条新光大牌都能够把它修复完成 让我们所有的农民都能够获得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灌溉排水 草屯新光断超封杯排水干线乎 碍于经费无法一次到位 金石地勘查后 县府将投入105万元整件 并请业务主办单位进入发包施工 希望能够在明年农田灌溉前完成工程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